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亚洲大学资传系陈文倩陈教授以及林佳琪林董事 大家好我们是创理的学生我是存慧我是佳化 欢迎大家今天来一起参与由亚洲大学所举办的文倩讲堂 创意思考系列讲座未来教室 我记得上一次讲座创意与地球变迁 陈教授强调如果我们的创业是浪费地球资源的话 那么我们的创业是不是不会被接受呢 是的没错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保护地球的资源 并且以这个责任秉持着这个态度去加以实践它 那么在未来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拥有所谓的产业发展的空间哦 没错 陈教授以以他利正副二度锡纪录片 以及法国巴黎流水创意摩天轮旅馆等等 作为题材 勉励同学 希望大家一起重视环保与创意 哇哦这么棒的演讲 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当然是未来教室啊 是的没错 陈文倩陈教授在今天的未来教室里面 究竟想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与表达什么样的宝贵的理念呢 事不宜迟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亚洲大学 陈文倩陈教授欢迎 谢谢 谢谢两个可爱的同学 未来的教室 我只是来介绍未来教室嘛 我想它是一个影子 这个影子要告诉各位几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有两种态度面对现在的人生 第一个态度就是我们都知道 现在跟以前完全不同了 然后我们对既有的体制相当的不满意 然后在既有的体制里头一直讨论 一直讨论 一直讨论 但是其实在我们讨论跟争面的过程当中 许多事情同时间不断地在发生 人工智慧 VR今年被称为叫虚拟实境元年 我想先请教我们台下的学生 你们知道对VR很了解的人请你们举手可以吗 手举高一点好不好 有几位帮我举手一下 对虚拟实境了解的学生请举手一下好吗 OK 就说不是很多 那今年被称之为叫虚拟实境元年 虚拟实境呢 在今年2016年的CES大展 每一年在Los Vegas举行 那CES大展呢 过去这几年来 大家都停留在Steve Jobs 所发明的移动时代 接着呢就是电视 电视里头一会儿做弯曲的 一会儿做大荧幕的 一会儿做比如说里头的解析度比较高的 就没有科技的突破 只有科技的改善 一直到今年 虚拟实境正式的出现VR 那VR呢 Virtual Reality 它一出现呢 所有的人眼睛一亮 那全世界现在呢 有三个做虚拟实境的公司 而且是主要三大集团 第一个大集团是脸书 脸书呢Mark Zuckerberg 他知道脸书再下去 他需要更强的科技结合 他直接并购了一个在美国 做虚拟实境做得很好的一家小公司 然后他结合了 做游戏软体里头 做得很好的微软Xbox 再结合了Samsung 所以他是一个大集团出来 就是Samsung团队 加脸书 加微软 这是第一个 第一大集团 那虚拟实境到现在为止 就这个技术做得最好的是台湾的HTC 可是在策略联盟里头 HTC策略联盟的对象 几乎在全世界没有人知道 它的名声是什么 那第三个最有名的集团是Sony Sony它血齿还在手机里头的错误 所以它就开始了它的虚拟实境 那我今天早上就看到一个 跟虚拟实境有关的一个讯息 它被用在医疗上 虚拟实境是什么呢 我先跟各位解释 你们现在如果每一个人戴上 很像那个虚拟实境所需要的眼镜 有点像你骑摩托车 或是要游泳的这样一个眼镜 那你在那个眼镜里头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你会觉得 比如说我放上去 它变成亚马逊河 然后你会发现那个鲸鱼 尤其是HTC的已经做到 亚马逊河里头的生物 在你身边就游过去 然后呢你会觉得 哇前面有只狮子 就跳到你脸上 你以为是如此 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 我把太阳的后衣一拍 刚开始拍的时候 我就把它拍成虚拟实境 所以当宋慧乔 乔妹 她对着镜头说 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你 你会觉得她是对你说的 然后她嘴巴 快要迎上那个男主角的时候 你以为她要亲的是你 然后你看到宋仲金 她在一堆战场里头 打开胸膛在跑步的时候 你可以跟她一起跑步 所以她对你将来 我就讲说 对将来的夫妻 如果对彼此不满意 他们可以得到很多 不用负责的外遇经验 然后回家就说 好吧 我们都已经各自满足了 我们就凑合算了 这样子 它还改变很多 未来的人际关系 那这些东西都在这个时代 不断不断地在发生 所以我今天想要讲的 其实是一个 已经不未来的未来世界 那我们接下来 先跟大家讲说 世界改变有多快 对人类的科技来讲 2007年 2006年之交 中间那次的CS大战 最重要的大使就是 Steve Jobs 他身上穿着 三宅一生 做给他的黑色的西装 这个套头毛衣 三宅一生一口气 做了100件 100多件给他 所以你以为 他都一直穿同一件 其实都是三宅一生 做的套头毛衣 牛仔裤 他发布了iPhone iPhone永远改变了人类 因为人类在电脑时代里头 从大电脑到IBM 走向个人电脑 那是微软独霸的时代 然后接着 走向笔记型电脑 那是略微改变 真正的大改变 就是iPhone 就是变成移动时代 所以Steve Jobs 当然就是一代传奇 然后他在他创造的 移动传奇的时刻 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还没有完全实践 他的梦想 他就往生了 所以Steve Jobs 成为一个21世纪 人类永远怀念的名字 但是他才走以后 没有多少年 在今天早上你起来 如果有看 昨天美国的股市 Apple的股市 暴跌了10% 因为在4月27号那一天 苹果公布了 就是我们的27号 美国的26号那一天 苹果公布它的获率 这叫一个数字 无法再说谎的获利数字 在那个前一天 我已经预测到 它一定很糟 因为有一个新闻说 Apple Watch 卖得比iPhone好 我想Apple Watch 卖那么烂 它还卖得比iPhone好 那苹果马上要公布的财报 一定很差 我就打电话给我美国的医生 我对他没有任何的贡献 他照顾我生病很多 我跟他说 你的苹果卖光了没有 他说卖了90% 上次你在高 你在iPhone 6的时候 就叫我卖掉了 我还剩10% 我说你今天立刻把它 全部都卖光 他就立刻就卖光了 后来他昨天 大大的来感谢我 因为股价大跌了一塌糊涂 那这个iPhone卖的最不好的地方 是在中国大陆 那很多人说是华为取代了它 其实actually这是错的 华为主要侵蚀的是Samsung 因为它的价格是比较低的 但它做得非常的好 你到华为进去里头 一大堆都是从台湾的台积电 联发科 联电 然后宏基 所过去的工程师 因为它有两倍三倍的金钱 然后挖角了台湾的很多的工程师 在那地方进行很大的研发投资工作 那彭博社的分析呢 你看到 他说苹果手机在第二季 只售出了5000万只 比去年同期下跌了17% 苹果手机的销售 占整个Apple的32% 所以他就是告诉大家 未来苹果会不如预期 那分析师认为苹果将出现 iPhone问世以来 业绩首次衰退 一个原因是高端手机 已经趋劲饱和 而苹果没有能力再创新 所以即使你以为的苹果 都变成过去式 不要单逆在现在这个时刻 人们在讨论的事情 因为当你意识这个问题 在加入所谓的论坛讨论的时刻 它可能在科技的改变里头 它可能有新的问题出现 新的不公平出现 但它已经是一个过去式 如果连苹果都是过去式 有非常多东西都会变成过去式 所以在4月26号的时候 分析师就认为 随着苹果的业绩衰退 股价也会下挫 果然在昨天我们晚上睡觉 美国的4月27号的时候 苹果的股价大跌了10%左右 下一页 当苹果是过去式 我们怎么样看某几个道理 这不只是企业 也是对所有的人生 永远不会改变的道理 能够逆势地对抗这个道理的人 太少太少 第一句话是郭台铭讲 一个企业不进则退 所以每个人跟他说 你这边买shop 风险多大 你有没有看到 明基并购德国的西门子的下场 是赔了300亿欧元 从此一窍不振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你以为日本人会接受你管制吗 你以为什么什么 对郭台铭来讲 这一句话 我在冒险 可是我知道 大宫的时代已经是过去式 我一定要迈出这一步 因为一个企业 一个人 一个国家都一样 你停在那里 小确信 不进则退 所以对郭台铭来讲 他知道代工 他现在还需要接单 他也接华为的单 接苹果的单 接小米机的单 所有的机 通过都是他制作的 但是他不会满足 这样的代工产业 他被选为 国外的所有的 对CEO的评估里头 他认为是全台湾第一CEO 就是因为他很了解 这个企业的道理 但是大多数的人呢 会怕嘛 因为你看到以前 所有台湾人出国去 并购其他国家的例子 那你就会觉得文化不同 工会不同 对方看不起我们 所以隐藏性债务很高 很不容易让对方转型 一定会失败 可是对郭台铭来说 你不要只看到 我可能并购 下回失败 我已经看到 我这个代工产业 我不进 我就会退 我也会失败 所以我不去冒这个险 我一定失败 我冒这个险 我可能成功 我可能失败 他做出了人性里头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所以说郭台铭会失败 是很简单的事情 可是告诉你说 郭台铭不做这件事情 一定会失败 是很少人会理解的 一个对个人 对企业的道理 第二个是Bill Gates的话 It's so famous 这句话非常地有名 成功是最差劲的老师 Bill Gates说的 可是微软呢 微软在个人电脑 崛起了那个年代里头 所向无敌 像帝国一样 统治全世界 然后成功是最差劲的老师 他当然大成功 所以他应该立刻的 再转进到新的 创新发明的产业 对不对 在云端的部分 微软 落后Amazon 落后Apple 落后Google 最后才极其直坠 在我刚才所说到的 游戏软体 Xbox的部分 他直到日本的Sony 已经做得非常好 他才赶快 赶快介入在里面 韩国也做得很好 他才赶快开始 做他的Xbox 也就是说 即使Bill Gates 他写了这么一个格言 成功是最差劲的老师 然后我就看到郭台铭 相信这句话 还超过Bill Gates 因为郭台铭用了一张 我在他的办公室看到 他有一张像这样 A4的纸 而且是还蓝色的 然后上面就打了字 就放得很大 也没有表起来 还放得歪歪斜斜的 就在他的很丑的 这个办公室的桌子 那桌子真的很丑 他已经1970年到现在 他真的很节省 然后就压在上面 好大的字 成功是最差劲的老师 这Bill Gates讲的话 所以这就是人性 人性有一个特质 他的特质就是 成功是最差劲的老师 所以可能所有的人 都会在成功里 迷失自己 所以第三个就是要看不起 你就会看不起 那个比你落后的 你不知道那些 即将超前于你 你就会看不起 像IBM 他在做大电脑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好 别人要开始做个人电脑 IBM想 我是根本电脑 这具人 这是什么东西 就看不起 所以IBM到现在为止 获利不断不断地衰退 他今天还被标普 也就是一个债券平等的公司 把他降级到负面 就是他转型很困难 因为当他意识到这句话 就是成功是最差劲的老师 然后你看不起 在崛起中的东西的时候 当他意识到的时候 It's too late 他已经太晚了 每一个失败 相反的 每一个成功 都孕育着失败 孕育着你看不起人 孕育着你自满 各位如果你觉得 你自己是个失败者 而你面对失败 你了解未来是什么 你去好好掌握 你每一个失败 是孕育着 下一个可能的成功 当然我不能说 每一个失败 一定都会带来成功 那要看你如何面对失败 如果你面对失败的方法 是怨天尤人 怨天啊 万美亚拜 我命运不好 怨其他的人怪罪 你可以怪罪你父亲 你可以怪罪你母亲 你怪罪你的老师 怪罪你的学校 当然你可以批评大环境 但是环境需要被 好好地改造 但是你自己 作为一个失败者的责任 又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里头 其实每一个 不同的循环里头 越早反省自己 什么原因 是失败的 然后什么原因 你可以突破 越早反省越早面对的人 他就是准备孕育者 下一个可能的成功者 所以你看这个Mark Zuckerberg 最近呢 最大的消息是两个 脸书股价大涨 推特股价大跌 那本来前年的新闻是 Facebook有重大的危机 因为Facebook呢 它的使用者越来越老 这个世界是看不起 我们这些老人的 他觉得呢 Facebook太简单了 所以老年人都在使用 而且Facebook的关注度呢 太高 所以很多莫名其妙的人 都可以来关注你 因此本来你只是想share 很私密性的东西 那它很像老鼠会 直销一样 就是我关注了你 那我的朋友呢 就可以也来关注了你 所以你到后来就没有了隐私 所以为了隐私 这些人都纷纷年轻人 就退出了他的Facebook 尤其他最讨厌 他爸妈来偷看他的脸书 所以很多在欧美国家里头 就开始使用Twitter 或使用其他的社群网站 结果呢 Twitter在这个情况里头 它的使用户大增 Facebook在下滑 而且是在老龄化 所以合理来讲 应该是Facebook表现比Twitter差 On the country完全相反 因为Facebook知道 它不应该只专注在 使用户的量多或是少 而是在它的产值 它的广告价值 尤其是它的一夜结盟 所以像他刚刚在VR里头 他很快地去结合微软 然后在这次CS帮Samsung站台 你就知道说 他是战战兢兢地面对 他今天的成功 他没有自满 好 那所以下一句话 没有 刚才那句话还没完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这句话呢 是Steve Jobs 在他已经确定得了胰臟癌 而且iPhone问世 他成为世界级的传奇人物的时刻 他是在Stanford演讲的时候 告诉学生的 那我们台湾很多人 因为是学文学 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 Stay hungry 就是求之若可 事实上这个基本上呢 是一个错误的翻译 因为它指的 叫做战战兢兢 Stay hungry 就是永远 都有强烈的危机感 不是求之啊 因为翻译的人 可能是外文系的 或者是学一般的文学的 所以他就直接Stay hungry 就直接翻 他的意思 从他上下文 所有content里头 整个上下文的原意指的就是 你永远要让自己处于 战战兢兢 Stay foolish 不是说你要让自己 有个处于innocent 就是处于很幼稚 或者是处于很纯真的状态 是不怕犯错 你没有关系 你变成一个笨蛋 是无所谓的 战战兢兢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不要怕犯错 Stay jobs 所以你刚刚看到 我列出了一二三四五 人生永远不变的几个道理 不进则退 成功是最差劲的老师 不要看不起 你落后的人 每一个失败 都孕育着下一个可能的成功 Stay hungry 战战兢兢 Stay foolish 不要怕犯错 所以我今天 要和大家所说的未来 他其实一点都不未来 你看像Hawkins 他根本不觉得 他在寻找外星人这件事情 叫未来 他这几天还想 他还讲到了庄子 周梦蝶 他讲的不是我们台湾的 这个诗人周梦蝶 他讲的是庄子里头 梦到了蝴蝶这件事情 他说对他来讲 他应该会梦到宇宙 宇宙在他的心中 他也在宇宙之间 SpaceX 就是Elon Musk 他宣布 2018年 他的火箭 要直接蹦到火星上去 这是有一群高度想象力的人 其实未来 在对他们来讲 一点都不远 比你想得近很多 那我告诉各位 刚才比如说以VR来说 更不要讲人工智慧 我在去年的时候 被邀请到MIT去 在MIT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 他的人工智慧的科研中心 我也以为这个未来 可能有一段时间 就会出现 我没想到在今年 就铺天盖地地出现 就在我去了那里 没有多久之后 到处都是 我去采访这个人工智慧 相关消息的 一直一直地延续下来 所以所有现在在发生中的 人工智慧 机器人这些事情 还有VR虚拟实境 或者是 比如说 像很多医学方面的 虚拟实境被用在医学 医学里头 我们刚才讲到说 如果你是Amazon里头 鱼从你身边游过去 医学呢 他们可以用3D列印 比如说他要把你的心脏 做开刀 为了防止他有重大的手术 上后的错误 比如说他是一个 心的手术 很困难的 他可以把你的心脏 所有的问题都先画出来 画在电脑里头 然后3D列印出来 考成3D的状况 然后就用虚拟实境里头 直接做手术 在里头去练习 这个手术里头所有的问题 那对脑部也是如此 这是美国今天很重要的 医学资讯 所以其实这些事情 很可能在你们走出学校的时候 It's there 它已经在那里了 然后需要的人才 就是这个领域的人才 包括你如果是学资讯传播系的 你虽然对我现在讲的事情不熟悉 你还只熟悉那些 有一只猫 有一只狗 有一个夫妻 有什么小三 有什么鬼东西 那你走出去的时候 其实你能够报道的东西 就不可能超越前辈 所以你超越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呢 那些人以为 他们已经会了所有的东西 像我这一辈的人 比如我年轻一辈的人 现在在职场 很成功的人 他一定会犯这个错 他以为他什么都会了 他不需要学习了 而你们就应该学习他们不会的东西 未来比你想的近很多 赶不上 很快就被淘汰 所以你们这个时刻是一个 还在学习的时候 你要学习的未来就是 你踏出校门那个时刻 已经全世界 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现象 而这个新现象就是 你就业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我还有一句话要送给大家 历史就睡在你身边 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脑操作者 他很静静夜夜 他很怕他赶不上 所以就不断地翻译 很好的态度 历史就睡在你身边 不断地跃学历史 它在你身边 你从里头知道 哪些错误不要犯 认真思考阅读的人 也可以避免犯错 所以不是说我今天去 并购shop我一定会错 那要看当时并购西门子的人 他犯了什么错 从里头找出他犯错的原因 然后避免相同的犯错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所以不要看到人家犯错 你就立刻说这不能做 然后另外呢历史 不是给你拿来去声讨别人的 历史同时更重要的 是让你认真阅读思考 避免犯相同的错误 我曾经问过颜长寿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 他的教室的关系 不应该是像以前 我们读书的关系 那颜长寿现在在做 台东公寓平台 那他刚好念到高中 就没有上大学 所以他对教育 有一个比较开放式的 一个思考 那他居然也靠一些 很特别的方法 就当上了 那个时候台湾经济起飞 American Express 就美国运通 那个Credit Card 那个公司 美国运通公司 在台湾的总经理 接着后来 他就变成很著名的 范琴教父 那很多人 当然把他当偶像 就是一个人在台湾的学历 被称之为不怎么样的人 他的英文为什么这么好 他为什么可以爬到 美国运通公司的总裁 台湾的总裁 那他谈过很多 他如何做到这件事情的经验 但是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在一本 我跟很多人对谈收入的书 叫 我害怕成功 这本书里头 我把它摘录出来 我问颜长寿说 如果你现在才20岁 你会做什么 他说 他会把他老师 所教的课程 去和美国的Coursera 或者是MOOC 所以这种线上教学的课程 去做比较 我今天在修某一个课 叫几率 来讲 或是我修的叫 Communication 那我同时间呢 我就去MIT的 叫 比如说它Media Labs 是一个给 未来媒体的 一个线上教学的课程 我就去看 看完了以后 我第二天 我再来问老师 我看了 别人的线上教学里头 我得到了心得 我问他这个问题 我会直接挑战我的老师 让我的老师 跟我一起进步 而我如果进了大学 发现这个大学不值得念 我会直接放弃 他说现在进大学 像进书店 所以学历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学到能力 不是学历 而是能力 多去上国外的开放式课程 然后拿来跟我的老师比较 同时挑战我的老师 你的老师未必都不能被挑战 你挑战他 而他所拥有的过去的学问 其实可以回答你 现在脑袋里头的很多问题 只是他没有想到 他可以这样子来回答你 你也刺激他 让他也回去看Coursera 看MOOC的课程 再来跟你讨论 你们就可以教学相长 互相进步 如果老师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大家就一起进步 如果这个老师跟你说 你上那课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要理你 这个老师就可以放弃他 我就会走了 如果我觉得我念的科系不对 教授不对 我宁愿放弃 重新探索 这是严长寿当时我问他的问题 那为什么我会问他这个问题呢 因为台湾自从教改之后 我们大概都有一个没有争议的共识 我们普遍认为台湾的整个教育体制 特别是高等教育 是一个失败的高等教育 所以这个情况里头 大学教育里头 需要有一个翻转式的思考 而我们对于翻转教育 现在名称也用了很多 我们只把它放在一个东西叫做MOOC 然后台大有几个MOOC的课程 然后MOOC课程里头开了几堂课 有红楼梦 有EMBA 有电机系的几率等等 It's not enough 这是不够的 它其实是不只是上台大的 或是清华的 或是哪些中文老师上的MOOC课程 你其实还要上国外的Coursera课程 那所有的这些Coursera或者是MOOC的课程 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是你可以直接对那些老师在线上提问 他在线上教学的目的就是 他想发现这个世界有没有他遗落的天才 他想找到你 他想要教育在第三世界里头教育资源不公平的人 当然他们想的可能是肯亚 奈及利亚 他不会想到台湾有所谓教育资源不公平 台湾的问题是教育资源不够 然后大学过度的膨胀 那学生呢在思考他要念什么大学之前 在高中的时刻为了要申请到好的大学 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玩 去探索自己 去发现自己 所以他随着社会上头的某些轨道 或者是同才背了一些兴趣 或是整个潮流跟着走 所以比如说我们有一段时间 台湾就说做厨艺学校很好啊 大家都去念Cooking 然后学校发现开这种系很受欢迎 文创很好啊 大家就去念这个系 结果后来突然发现这个市场 oversupply太多人了 然后我们就看说 生物科技国家要扶植啊 所以生计呢 很多人就去念了生物科技 念了生物科技之后呢 就看生计公司股价这么涨 那就是下一个科学园区了 我出来就会有good job了 所以我就等于是未来将来呢 会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我等于是上台积电去哪里上班 然后你发现 台湾现在念生物科技的人出来 找不到工作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生物科技 现在停留在很初级的阶段 跟当时政府是透过工研院 很清楚地技术转移到台积电 连电 有计划的一步一步扶植 是不一样的 而且在那个时刻 台湾是台大从1965年就有电机系 从那个时刻等于培植到1985年 整整20年的时间 这些人才他够成熟 他毕了业 他去了国外读书 或者还在一些相关的公司里头上过班 他更够成熟来做老板 来创业从国外回来 这个时刻一切都成熟了 我们开始了一个电子科学园区的一个神话 那生计如果要起来 他必须要一个长期的规划 那我们希望他加快一点 就很像医学里头 他就给你打类估唇 打美国仙丹 那当时呢 打美国仙丹跟类估唇的方法 这是比较好的解释 比较差劲的解释 就是说 比较负面的解释 或者说这负面未必是错的 就是说 他当时在生物科技条例通过的时刻 你现在看他生计股 股票涨那么多 因为他在生计条例通过的时刻 他放了一个非常不合理 不公平 不正义 而且会伤害这个社会的条文 这个条文在2007年通过 当时呢 生计条例在立法院 连讨论都没有两天念过去了 因为第一个 大家急得扶持这个生计产业 第二个 这是当时的立法院院长 王新平领衔 所以大家都没有意见 第三个 这是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 现在的总统蔡英文来拜托的 所以蓝绿共同 就把这个条文给通过了 而这个条文里头 整个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 这个精神后来由行政院 自己定了一个法规 而定这个法规的人 就是我们当今的总统 马上要就职的蔡英文 这个法规里头规定 生计公司可以没有任何营业额 就可以上市 它的营业额是零 不是profit 不是说生计公司没有赚钱 就可以上柜上市 而是生计公司 你的营业额是零 你也可以上市 那我们以前呢 电子产业在扶植的过程中 我们没有鼓励他们走这种投机路线 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生计公司 我就看到它有员工啊 为什么生计公司毕业的人 生计系毕业的学生 找不到工作呢 因为生计公司 股东里头有股市作手 它是它成立的目的 它hire的人 它雇佣的人 以EMBA毕业的人多 因为它是要炒作股价的 只有一些非常踏实的生计公司 它会把它主要的资金放在研发 它的股东结构 都是生物科技里头 不同领域的创投的生物科技 或者相关的优秀的一些单位的人 然后他们好好的去扶植 而且他们很具体的 比如说我们未来要跟上营他们讨论 CEO对谈上营的董事长 或者是像吴鼎 他们知道台湾的产业的特质是IT 这个电脑科技方面的 然后呢就是高科技 另外就是工具机 所以我有朋友 他们做的生物科技公司呢 不做炒股票的事情 它最重要就是做健康检查 因为它觉得台湾做机械太一流 所以它要做出直子 就是现在呢 在癌症的治疗里头 比标靶 或是比开刀更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叫直子 就直接直子对着你的癌症 那台湾其实这方面 可能可以自己做 那吴鼎呢就是把高科技里头 它做一个仪器 然后这个仪器接上糖尿病的测试纸 所以吴鼎几乎每一年 不管全世界经济如何 它的股息都有18% 因为 因为全世界老人越来越多 你经济好坏都有得糖尿病的人 它就需要这么多的糖尿病的测试纸 而台湾的电机仪器 在这方面是很强的 它接上测试纸 就会变得很有效 所以也是有很多 很好的升级公司 但一个国家 或是一个法律 就好像美国当时的金融海啸 华尔街 如果你松绑了监管机制 大多数的人一定走向投机 只有少数像Wares Fargo这种银行 它会守着本来的本业 所以美国那个时候 Bernanke对美国的总统 国会议员讲的话就是 全美国只有一家银行不会倒闭 而那家的名字不叫高盛 那家就是Wares Fargo 因为它还是很守本业的 去做它的存款户 基本的放贷 没有像其他的 全部都去乱炒作一些垃圾债券 所以大家在痛骂华尔街的同时 其实没有注意到 当一个法令 它鼓励的是研发 这个所有的产业 就会往正派去发展 它鼓励的是投机 它本来是可能 我不知道它的动机是什么 动机是投机 那不可原谅 动机不是投机 结果你希望它很快地得到很多资本 可以去做研发 但是人性怎么可能 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看到出问题的 现在升级公司 我不讨论点名了 它一发生丑闻的时刻 它的股东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拿它增资来的股票涨上来的钱 立刻去互盘 它不是立刻去 我在投注我这个疫苗开发失败 我在做研发 所以定法律的人 像我念法律 我很了解 法律可以鼓励好人 法律也可以鼓励坏人 这样 所以这个法律 现在其实要被改变 那因此 我现在会谈这些事情 就是说 你们一定要了解 这个世界的改变 怎么样影响你们 那念生物科技 很多的人都找不到工作 然后我就发现 怎么南港生技园区里头 有这么多生技公司 为什么会生物科技的学生 找不到工作呢 原来他们找的人 都是念 EMBA Finance 金融 因为一刚才是一间 在插股票的公司 他觉得他是要来炒股票的 所以我回来看 严长寿的话 就是说 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个社会 而不是人家告诉你是什么 你就做什么 你只有这一生 可以在现在这个时刻 去定位你自己 你们每天开车 有一个叫GPS 你骑摩托车 你会先去看路途线 你要去哪里 叫做目的地 你的人生 也有目的地 Do you have your GPS of your life 你有没有你人生的GPS 有没有你人生的地图 地图会改变 因为世界有很多 不可预期的事情 但是你定位过 你自己的位置 叫做正确吗 那你人生最重要的时间 对台湾的学生来说 就是你现在这个时刻 对美国的小孩 是在他们高中的时刻 对以色列 它更是全盘的训练 严长说 谈到以色列的例子 他说呢 现在的台湾年轻人 欠缺探索自己的能力 以色列的孩子 18岁是不进大学的 18岁先当兵 花一年的时间 去世界旅行 就你先当兵 当兵的目的是什么 训练你没有自己 因为你们从每个家里 都被灌得太厉害 这是以色列的想法 现在的孩子少子化 所以它就让你学习 团队心神 而且当兵的过程里头 它有很多 对于你的体力的 不断地考验 所以让你知道说 我在一个状况里头 我以为我不行 结果我居然 还可以再突破 所以你会对自己 不断地增强信心 然后没有一件事情 是你自己可以完成的 世界未来 不可能完全 照你自己想的方法走 所以你学习团队 在里头也建立自己 对自己的信心 我可以不断地超越自己 接着当完兵后 男女都要当兵 再花一年的时间 去世界旅行 22岁 以色列的大学生 第一年 大医生是22岁 所以你会觉得 他们很晚进学校 but they are mature 他们已经非常地成熟了 那学生在回来教书的时刻 他见过世面 他在当兵的时候 也被苦干过 然后呢 所以他到学校的时候 他就会挑战教授 他会给教授一定的压力 而学生很清楚知道 他需要的是什么 教授就要想尽各种方法 来满足他的学生 所以如果教授 随便拿一本书来念一念 这样的教授 学生就会跟他说 我不是来这里 浪费我的人生的 我不是来拿一个学历而已 所以这个教育 高的教育就会进步 那整个社会也会进步 那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呢 就会带动今天以色列 不管在哪一个领域里头 创新发明 专利 生物科技 各方面 他当然他很有危机感 可是不是只有危机感 这句话 是他在制度上头 就设计出来一个让这个社会良性循环的过程 这个叫做有效的学习 有效的教育 然后可以成长的社会经济的基础 那这才是大学应该准备给学生的 那我们在下页 那接下来呢 我想为大家介绍的 是现在全世界的教室 不叫做未来了 我希望台湾很快的可以跟上 这是哈佛大学特别 开始了这个教室之后 他邀请我们世界周报 作为独家报道的团队去介绍 HBX Life 不错谢谢你都走比我早一步 来我们继续播 这是哈佛商学院一大创举 今年8月才正式上线 是2014年8月 是2014年8月 让线上学习 更往未来跨近一大步 弧形的墙面 模拟哈佛半圆形剧场式的实体教室 教室内没有课桌椅 来自世界各地的60名学生 坐在自己的电脑前 所有人同时上线 打破地理将界的限制 Let's get started 虚拟教室HBX Life 位在距哈佛商学院 约10分钟车程的 波士顿公共广电公司 WGBH 其中一个摄影棚内 采用的全是最尖端的 声音与影像技术 How is everyone today? It is so wonderful to see you all I assume you all read the case? Let's start with the key decision We've been facing this protagonist Okay,Maya in Shanghai You're the decision-maker What's your plan? 客制化的网络界面 使这个虚拟 声音方法继续播放的 课堂 得以复制 哈佛商学院 最具特色的上课方式 个案教学法 好,我们继续地播放影片 但是我们把声音关掉 让大家继续地看 它的意义是什么 就比如说 我现在在这个教室里头 我只能跟你们讲话 而你们在这个地方 在台湾 你们会有你们这一带 在这个地方 你们思考问题的一个模式 可是如果我现在上课的地方 我是可以有60个屏幕 而这60个屏幕呢 有一个人是来自于上海 有一个人来自于东京 有一个人来自于九州 昨天晚上九州熊本有地震 那有一个人呢 来自于Hong Kong 有一个人来自于Kambordia 有一个人来自于缅甸 有一个人来自于美国的加州 Siticon Valley那个地方 戏骨 有一个人可能来自于Seattle 有一个人可能来自于肯亚 有一个人来自于哪里 当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看到不同的地方的人 他会有不同的答案 然后他是因为商学院 重点他是一个给 已经在做管理者的人 上课的地方 他就更重视打破疆界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更要创设这样一个教室 那这个教室呢 本身他可能 今天我有一个case 这个案例呢 举例说我今天有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我们在来讨论这件事情 他的观点 他的焦点 应该是什么 那比如说最近在台湾的新闻里头 讨论的沸沸扬 叫做文林怨案 那我们把它摆在上面 那我们在场的学生会有一些看法 熊本地震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他会认为都市更新很重要 因为呢你房子不赶快更新 太老旧的话呢 很可能地震一来 房子就垮了 你就死了 你讨论某些东西 不对 可是对某些没有地震影响的人 他就会说 我要了解财团在这里头的角色 那有些人就讲说 我不认为你应该把所有的建商 都称之为叫做财团 每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的思考角度 那所以呢 他就会变成一个有效的讨论 那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打破这个疆界 我们都是同一群人 接受到一面倒的舆论 然后在网路里头 变成一面倒的一个见解 然后你每个人 其实就像洗脑一样 就只有一面的见解 对你一面的看法的时候 You never think 你从来都不会思考 所以这是哈佛商学院 它的未来教室 而且让你在解决很多问题里头 它提供各种不同的角度 我们下一个例子 下一个未来教室的例子呢 是MIT的人工智慧科研中心的线上教学 我们不播它的内容 我们就直接播影片给大家看 这位老师呢很特别 他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采访 我自己特别去采访他 那他呢当时麻省理工学院呢 想要盖他的人工智慧的科研中心 那人工智慧是什么呢 人工智慧就是把我们现在 在大学里头的电机系 Computer Science 以及其他领域的 全部都整合在一起 叫做人工智慧 在美国现在已经几乎没有 电机系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知道科技进步到什么地方 也知道台湾的教育落后到什么地步 台湾以前的教育呢 在1965年的时候有太大电机系 台湾一家高科技公司都没有 所以以前我们的高等教育 可能好老旧啊 我们想到官方制定教育方向 就觉得好讨厌 官方一定是落后的 愚蠢的 愚笨的 差劲的 他应该要松绑 民间自主 这是90年代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有一次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不对 我的表哥大我五岁 他是台湾电机系的 林白里大我几岁 他是台湾电机系的 温世仁大我几岁 那时候的人怎么会想到他设台大电机系 因为在1960年代 台湾连台硕都叫高科技啊 那个时候台湾只有轻纺织工业 就是纺织工业 就是有钱的都是盖纺织厂的 一直到1972年 71年的始业危机 这些纺织厂就倒掉了 你知道每一次的经济危机 就会淘汰掉旧产业 然后呢当时如果到1968年才去做房制厂的 就会写本无归 然后1970年以后就扶植大钢铁铁厂 然后扶植了新的台硕 所以台硕在1970年 叫当时的高科技 好了那我的问题来 是什么神经病 我们台湾哪来的Hawkins 或许想到1965年成立一个台大电机系 对不对 这是我的问题嘛 那我在1980年毕业于台大的法律系 1981年台大就有了资讯工程系 这个是我考台大的时候没有的科系 Computer Science 好 Let's go back to 1981年 1981年是什么 是一个还在打字机的时代 那时候是没有个人电脑 台湾也没有几家公司花得起钱 买IBM的大电脑 除了中华电信这种大公司之外 每一家公司都是file 资料库 然后最厉害的资料库就叫李敖 他就把一大堆的资料 就是弄了满街头都是 所以电脑的出现 最重要的就是打败李敖 他所有的资料都不重要了 因为人家Database那么大 然后人家有资料库 他弄满个房间通过都是资料库 所以我是在开玩笑 就是要告诉各位说 1980年台湾根本没有个人电脑 当时我在律师事务所上班的时刻 我的秘书就是一个typewriter 就是一个打字机缘 然后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 我去美国读书是1986年才有个人电脑 然后那时候个人电脑发展的 只要一个城市叫做word W-O-R-D 然后呢再来就是你可以把一些data 放在几个资料库 那就是我停留的电脑程度 后来电脑再进步我就没有再学习了 所以我就是属于1980年代的电脑能力的人 而且我还不会中文打字 所以一直等到Steve Jobs发明了移动时代 才救了我 我可以用这个手写中文 因为我不会中文打字 我会英文打字 OK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像线上教学这种东西 它就是给我们这种落后教育地区的人 落后也未必是指的我们的GDP 指的是我们整个学校的所设立的科系 是落后的 它就是让你可以直接到麻省理工学院里头 去参与他们的线上教学 所以他在设立C-Cell这样的一个中心的时刻 他就找了一个Frank Gary 就很特别的建筑 所以你待会看到这位教授 他就是帮忙Frank Gary 盖人工智慧的MIT这一边 麻省理工学院主要出面的教授 然后Frank Gary 就跟他说 我要来搞一个怪怪的建筑 他说越来越好 所以你待会会看到他有一个房间 然后他的房间就会墙也不是墙 什么都是歪的 不会像我们这样阵阵阵阵 因为他就要让你进来这栋大楼 我就意识到说对不起 你不要给我直线思考 你也不要给我规规矩矩地过你的人生 请你跳出框架里头思考 那线上教学的好处就是 你有空就可以上去学 你没空就可以把它关掉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 不会规定你 所以你们即使在台湾 半夜的时刻 你不想学 你睡觉 老师在教课 可是早上起来 你就可以上去上这个线上教学 所以麻省理工学院 他的思考里头 他就是希望能够把他要的学生找来 他认为我们在学校里头招揽的学生 学生各自的兴趣是不相同的 可是我如果透过线上消选 谁会来一直上这些课 他学生就会越来越类似 越来越雷同 那这群人就是等于替全世界 在培育他的人才 所以这位教授呢 他很特别 他创造这个 他们是整个麻省理工学是最早 创造 跟哈佛大学的几个学校 是创造MOOC这个平台 线上教学的 那他就告诉我说 他们的这些idea 其中之一就来自于有一次 他去爬阿尔比斯山 这个老师做的特别 他呢 很爱欧洲的阿尔比斯山 他觉得他好美 每次回来他就会充满了精力充沛的 要再来教课 所以我去访问他的时候 他跟我说 我刚刚从阿尔比斯山回来 然后他做什么事情呢 他本来都是去旅游 结果后来他们觉得太多人 喜欢去阿尔比斯山 可是当地并没有那么好的导游 都会讲英文 所以他们想争阿尔比斯山的 智工导游 没有钱呢 只要你够能够解释阿尔比斯山 你够能够做导游 那么阿尔比斯山当局 不管是在瑞士 还是在法国这一边 就会给你一个住宿的条件 结果那个时候就征求报名 这个老师跟我说 他就立刻说 咪咪咪咪咪咪 他是一个Marshalic学的教授 所以他们一年暑假 都去阿尔比斯山 去做导游 你们有谁会觉得 你们将来会有一个工作 之余有个暑假 你要去膝头做导游 可是想想 如果你去做这个工作 你再回来教课 再回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哪怕一个暑假 或是哪怕只有两三天 你把你的工作时间 停到一个阶段 你去做完这个导游再回来 你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创意 那我为大家介绍了这个老师 他说大学教育 第一年第二年的内容 可能是要让你进入未来的高阶课程 那真正需要的只有最后两年的教育 可是它前面需要每一个人自己去寻找自己 所以线上教育的目的 就是让你不断地在各种课程里头 去寻找到哪是我真正想要上的课程 不浪费学习的机会 不浪费你的青春 有效地学习 这个是MIT 台湾开始有目 可是我们的目课程非常的少 所以我鼓励大家 你直接可以上其他的大学里头 国际的大学 你听得懂英文 而且你也训练你的英文 开始寻找你自己 我们来看第三个 下一个 下一个是台湾很熟悉的一个人 叫Michael Sanders Michael Sanders 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教课 然后他像一个电影明星一样 鼓励声音 他像电影明星一样来到了台湾 因为有人把他的书 有人把他的书跟影片 都翻译成中文 Justice 他上的课跟我刚才前面讲的 就是说商学院 你怎么样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各样来讨论 或者是MIT麻省理工学院 他要的是科学天才 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兴趣 这是不一样的 他是法学院 他告诉你 思辨在你的人生里头多么重要 思辨 他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状况 一个东西的价值跟道理 是可以不断演进的 后来有人就把他找来台湾访问 他来的台湾主要是他的出版社把他找来 他也在台大的小巨蛋办了一场演讲会 我们现在播出影片 那Michael Sandel 他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学生很多 他的学生是不可以坐在那里不讲话 一定要回答问题 要提问题 他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讲一个case 这个case呢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堂课 他就讲到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不要声音好吗 然后就说 谢谢 就是说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群人 他们出去外面钓鱼 去玩 结果发生了船难事件 这个船没有翻 但是他们离开了航道 引擎坏掉 这引擎坏了 所以船就回不了他原来的港口 那这个船上呢 有四个人 大家都非常饥饿 带的食物也不够 四个人里头 有一个人身体是不好的 然后 他死掉了 另外三个人 在那个时候都很饥饿 也都快死了 他们就在讨论 该不该吃他的肉 再过来 有一个人也快死了 那个时候大家把 原来那个人的肉都吃光了 这快要死的人 他大概一定会死 所以他们加速了他的死亡 再继续吃他的肉 就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们被发现了 这两个人就被带回了港口 我大概数目不是记得那么清楚 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回来他们就是自首 因为这是一群Gentlemen 受过教育的 他们吃了这两个人 好 这个法律辩论从这个时候开始 Are they guilty? 他们有罪吗? 起诉的人说他们是谋杀罪 还有法律有一个叫 毁损尸体罪 对不对 你把对方给吃了 那你住在这里的人 你听到吃人肉 觉得他们有多残忍 可是想像你在大海里漂流 你要活下来 So what is the justice? 这个就是Gentle 一直在要所有的人辩论 它Shifting 它其实是在不同的情境里头 不断地在改变 你今天以为的正义 很可能换另外一个情境 它不叫做正义 你今天以为对的事情 在过一段时间你觉得它可能不对 你以为它很不对的事情 在过一段时间你才发现 它是对的 那人在什么状况里头 可以不断地去寻找 思考什么是相对 比较对的事情 它必须透过一些思辨 所以它整个法学院的教育里头 它不是写一个法规出来说 我规定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对的 法学院最重要的教育就是告诉你 价值是一个不断地在移动中的价值 那这堂课程 它当然就训练一个人的philosophical thinking 这样子 那在台湾的演讲里头 当然很多 那时候正好是台湾的学运要觉醒之前 它很受到这群人的崇拜 它在现场跟这些学子最重要的对话 跟他们其实等于是没有对话 因为它重要的是告诉说 你以为的正义不是正义 那学生听到了前面就说 对 所以现在那些老人跟我们说的正义 就不叫正义 但它其实在告诉学生们说 所有人以为的正义都是 比较状况之下 当下你觉得比较正义的东西 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叫做真理的正义 杀人好了 我刚刚讲他们家属一个人死亡 这是一种 战争 敌人来杀你 你要不要去打仗 你要 你打仗会不会杀人 有 杀人没罪 没罪 为什么 你是为国争光 干嘛正结杀人叫杀人罪 罪该万死 干嘛 战争的时候一个蛋下去 我可以杀死几万个人 几千个人 我叫做为国争光 所以所有的正义都是一个 在各种不同的情境里头 不断被讨论跟思辨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是未来教室里头的一种模式 就是你今天爸爸有一个看法 我challenge你 老师challenge你 然后旁边的人也challenge你 也挑战你 然后互相挑战 互相思考 它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避免这个社会不是一个extreme 就是不是一个极端的思考的一个社会 而是一个open 我们常常讲的说法叫开放社会 开放社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被讨论的 所以我曾经跟一个人说一句话 那个人在告诉我一些事情 我就说对不起 你有你很强烈的价值观 但我要告诉你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叫做 神圣的不可挑战的价值 谁告诉我他的主张叫 神圣的不可挑战的旗帜跟价值 这个人他的名字就叫毛泽东跟史达林 That's it 这就叫民主 自由 跟极权主义信仰最大的差别 那这点对我们台湾的学生 跟台湾的年轻人 跟台湾的当代 是很重要的 而且不只是台湾全世界都如此 全世界现在都欠缺思辨的事情 所以我在访问Michael Sandel的时候 我就特别问他 他说他在法学里头 他当然很重视思辨 后来金融海啸来了 他发现对资本主义需要思辨 可是对资本主义的思辨 不是跳到今天Bernie Sanders 像美国的民主党这位候选人 他当时不知道Bernie Sanders 这个人物 他说但是不是跳到 你对华尔街全面的攻击 所以我们人类就是非黑即白 没有灰色地带 会灰色地带的通常都变成立委 因为他懂得在里头搞灰色经济搞好处 但是其实人类是一个文明社会 是需要灰色思考的 这个灰色使你了解 为什么有人是白的 为什么有人是黑的 然后你对白的跟黑的给予尊重 但不见得需要盲从而同意 如果一个社会全部都是黑的 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一个社会全部都是白的 它也出了问题 一个最好的社会就是 它的灰色多过于白 也多过于黑 它就是一个可以不断地 开放讨论的一个社会 那我们下面 像现场很多人谈到核废料的问题 他就谈到说 结果百分之五十一的人通过瑞士的一个公投 然后呢他就拿这个议题呢不断地来辩论 关于核废料的问题 然后接着就从市民的责任 也就是说所有的问题都没有那么简单 你反对核废料 和瑞士 那他就说好 那所以不要核能电厂 那结果要干什么呢 就市民补偿 市民补偿呢 就因此就要整个瑞士的财政来负担 然后接着呢你不要了核废料 不要核能电厂 那瑞士的电从哪里来呢 煤炭大家都反对 因为会制造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 造成埋害 还会得肺癌 那替代能源在那个时候又不够成熟 结果就是从法国买核电 那你在法国制造的核废料 这个算正义吗 所以他其实也在这个会场里头 不断地提出一些相关的问题 他也提到了连锁超商 我访问他的时候 他也提到了资本主义过度地变成单一价值 在玻璃围墙倒塌之后 所以他对世界造成伤害 可是他现在担心 对资本主义的反省 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的 而且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所以他认为所有的简单 不负责任 合理 其实都是需要好好的思辨 OK 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我想告诉你的就是说 你们现在都还在学习当中 人生呢 不管是你相信的价值 相信的道理 你给自己选择的人生的地图 它都还没有定案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书 你不翻到最后一页 你不知道结局是什么 这是毛母讲的话 而你们现在你的书写了 写了first chapter 写了second chapter 后面你的主轴是什么 像我没有资格写主轴了 因为我太老了 我只能够写结尾篇 就我怎么死 死到最后结局是什么 你们现在是在青春的时期 是有机会把自己的人生 写出主轴的时刻 所以知道未来 其实离现在很近 知道国际别人在想些什么东西 然后知道往外有更有效的学习 用这些方式 让你自己的人生 找到你的正确的主轴 找到你的对的GPS 下一页 接下来我想讲一个 离我们台湾比较远的事情 我们会比较熟悉 刚刚我在讲未来里头 有些东西是跟科技有关的 其实科技对人的改变 远比你想的大 它不是工学院的事情 它也不是财富重新分配的问题 它会改变人跟人之间的 很多很多的关系 但是有些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就是你怎么看待 当代正在发生中的很多事情 所以我才会把Michael Sandel 这种思辨的课程 认为不管 他这种课程其实就很像 当年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他们那个年代的思辨课程 那为什么人类的文明 走到了将近三千年 从希腊哲学家的时代 两千多年到现在 仍然思辨这么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 一个思辨概念 你其实很难 你很可能就是 你的人生完全就是 走错了路途啊 那最近发生在法国的一个事情 也是有年轻人参与的 我今天特别想 为大家介绍一下 法国这个叫Nute de Boe 它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呢 是跟公主彻夜未眠 就是彻夜不能睡觉 那法国人最厉害 他很会搞抗争 他发明口号一流的 公主彻夜未眠 那你可以把它说成 我如果是抗争者 我叫守夜运动 但它真正是一个对抗 它的总统Holande的一个运动 叫做我让你没办法睡觉 我让欧兰德不成眠 让你没睡觉 不成眠运动 所以有人翻译成叫做 不成眠运动 那是针对他们的总统 有的人翻译叫守夜 是根据你自己的价值 它组织成员都是法国的青年代 有上千人到一万人左右 信仰的是无政府主义跟左派 它是要让欧兰德政府不成眠 为什么 因为欧兰德在2012年大选的时候 用了一大堆左派的口号 告诉他们Sakozi 怎么向那些富有的财团靠拢 我上台 我绝对会改变这些事情 那时候很多人就说 欧兰德正在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事情 因为法国的问题 不是他所说的 不只是贫富差距 法国的问题是 他失业率很高 他的制造业跑光了 他年轻人的失业率高到 尤其在郊区某些地方是严重的问题 他跟穆斯林之间的融合 因为还有10%的是穆斯林 法国的问题跟其他欧洲的国家 有些部分又很像 他的工时太短 他的社会福利太高 他虽然有全世界最好的文创 最好的品牌 最好的奢侈品 但是那些服务业不足以支撑整个国家的经济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的能力跟技能 都可以进入这样一个需要创意的产业 你也不见得有这个手工 你也不见得有做服务业的能力 所以你需要进入工厂里头制造业 制造业是一个降低一个国家学历很重要的 永远不变的很重要的定律至今为止 那法国问题怎么复杂 可是欧兰德要竞选啊 他要当选啊 他讲那么复杂他怎么当选啊 所以政治人物最危险的就是 他永远一定要成功地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更不负责的人就把他愚蠢化 或是扭曲化 最后他会赢得政权 那欧兰德的问题就是当时 Sakosi就是前任的总统 他因为娶了一个漂亮的第一名模 叫Carla Bruni 然后呢他老在闹绯闻 接着呢更重要的 当然欧兰德后来自己也绯闻 他和可爱法国总统都骑着小绵羊摩托车去会女友 这样子 那他的前情妇还写了一本书 我说这是法国特色不重要 那Sakosi每天都穿得很体面 所以看起来就像一个上流社会的人 但他做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惹怒了当时的法国 就是很多年轻人 他把退休年龄从61岁延长到63岁 欧兰德拿这件事情一直骂他 你要我们工作到死吗 是当时的抗争口号 所以欧兰德一上来 就把好不容易延长的公使 63岁又改回61岁 他统治几年下来 法国总统是五年任期 同志五年下 快要四年多 2012年当选 他还有一年任期 法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 法国的经济非常差 法国还历经了Paris Attack巴黎的恐攻 而法国就在这样一个绝望气氛里头 崛起了一个叫国家阵线 马力勒鹏的政党 这政党就是极右派民族主义 它的英雄就是纳粹希特勒 还有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结果他居然在法国的地方叫大区选举 他的大区有多大呢 比如说以我们中部来讲台中市加彰化县 加南投加起来有这么大一区 然后北部就是台北市 新北市 基隆加桃园 新竹 全部加起来这么大一区 这个大区就是大区选举 所以他的选举制度里头一般设计 他知道选举往往是直觉跟情绪 所以他要求这种大区选举 以及总统大选都要过半数 如果没有过半数 就立刻一个礼拜以后第二轮投票 就在第一轮的时候 我刚刚所说的这样一个民族阵线 他赢得了大多数选区的选举 包括我们所喜爱的普罗旺斯 因为那些人都是天主教徒 他们很痛恨其他的异教徒 反对移民 然后他们看到经济的滑落 他们认为振兴 法兰西的荣耀很重要 民族主义啊 在一个绝望的时代里头 是最有力量的 在绝望的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 跟大萧条的时代 它带到了日本的军国主义 在绝望的德国面临一次世界大战 民不聊生 列强侵略的中国 民族主义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崛起 那不是左派革命 那是民族主义革命 所以记得毛泽东在天安门说什么话吗 他站在天安门1949年 今天中国人站起来了 其实我们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人都会说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其实没有严格来讲 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都是以极左 然后把农工以及社会里头贫穷的人串联起来 加上知识分子所形成的民族主义 所以民族主义对于一个破败的 沮丧的一个社会 人很沮丧嘛 那都给你吃摇头丸啊 What is the difference 它跟摇头丸有什么差别 因为它从来不解决任何问题啊 它让你兴奋而已啊 所以呢 现在欧兰德面对的是什么 因为欧兰德呢 它面对就是德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你们看第六个 法国现在失业率是10.2% 年轻人失业率20% 巴黎郊区及传统工业城青年失业率40% 我曾经到法国特别到拉法业的城市 台湾有拉法业弊案 所以我一定要看一下 到底是法国造我们船的拉法业是在什么样子 结果到那个地方去 那就是法国左派的大本营 然后我一看 那个地方失业率 当时在2007年就快要30%几 现在40%几 那地方看起来好像废墟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的造船工业已经垮掉了 所以那里的失业率非常非常的高 那在某些地区呢 风光明媚 普罗旺斯 薰衣草 然后呢有很好的 那些就是法国世袭的 比较贵族的那一群白人 那些小镇里头 卖红酒的卖什么的 它的经济状况很不错 可是所有的工业城 除了Toulouse 就是Airbus之外 法国其实真的除了Airbus 这个空中巴士 它所有的产业 几乎全部都垮掉了 它所有的制造业都垮掉了 那制造业垮掉的有一个核心问题 你骂有钱人有用吗 你增加富人税 那个大鼻子琴声 就跑去要俄罗斯的国籍 LV集团的总裁 跑去做比利时的国籍 你可以骂他 可是他跑掉了 很多人都把他的钱 放在法国旁边 一个很美的国家 叫列治敦士登 那这个国家呢 还曾经来过台湾 他们的王室 还在2006年期 派人来到台湾 我也不知道是谁去到那里开户 这样子 因为可以去那里开户的 都是很特别的人 这样子 However呢 你骂这些人 你可以继续骂 可是你要解决问题 当然上总统就是要解决问题 欧兰德呢 欧兰德呢 就开始面对问题 那法国制造业垮掉 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法国的国家阵线 玛丽勒彭告诉他们 是那些阿尔巴尼亚来的移民 偷走了你们的工作 可是事实上法国郊区 像巴黎郊区住的就是这些阿尔巴尼亚的青年 他们的失业率高他40% 他还曾经暴动过 他怎么偷走你的工作 他讲的是什么呢 是餐厅里头在洗碗的那些人 可是我们台湾现在也发生类似的情况 你可以讲说哪些哪些人偷走你的工作 可是我们非常多行业是找不到工人的 我们的水泥工找不到 我们的油漆工找不到 因为没有年轻人愿意做这些行业 那法国的白人的年轻人 他也不做这些行业啊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还到法国 可以去吃到一个假设 你去一个餐厅吃一个橄榄鸭 或是一个鸭肝 他的价格是50欧元 或是25欧元 或是100欧元 你刚才还可以 不是起来到38欧元 你觉得是在抢人 就是因为他的努力相对 是阿尔巴尼亚那些移民 用很少的钱 还是愿意在那里工作 我到法国去 2007年 根本没有金融海啸 我说这国家有什么希望 这国家非垮不可 至今我没有改变看法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去参加 总统大选的采访 那时候我们要 我当然是因为他有一个女总统 叫华雅尔 他当时是欧兰德的情妇女友 两个人还生了很多小孩 后来他变成总统候选人 欧兰德觉得 当主席自己还没面子 就跟他分手了 那华雅尔现在变成他的环境部的部长 他长得很漂亮 穿得很优雅的衣服 那我们就去采访他 竞选总部干什么的 我们就说我们跟他约 人家这样堂堂的总统候选人 总干事什么 都出来接受访问 我们要早一点出门 会塞车干嘛干嘛 我们的工作人员翻译就告诉我说 陈小姐我们巴黎八点钟 是不会塞车的 因为他们十点才上班 我说啊 十点上班 然后我就想说 那当天晚上六七点一定很多人要下班 也车子会很塞嘛 你算一下工作时间 他们四五点就下班了 我说啊 就你去到那个国家 中午的时候 就很多人都出来吃饭 我就说他们都上班组 对 因为中午一个半小时的休息 要算在工作的时间里面 法国在198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一个 我年轻的时候很崇拜的人物 他叫做Mr.Horn-米特朗 他是一个很优雅的绅士 他有几件意识呢 让我都觉得他很可爱 所以政治真的不能看可爱 他就有很棒的口号 我们人不是为了工作而活着 社会主义大宣章 他规定不是工作48小时 是35小时 所以法国的工厂 从此就一个一个外移了 那这个35小时工作时 一出来的时候 全法国觉得这个人太棒了 很好 后来工厂一个外移 他就输掉了国会选举 变成左右共治 那法国的选政制度跟台湾 是差不多 他们是抄袭法国 再抄一半 他们是绝对多数 你总统一定要过半 那如果你在国会没有赢得多数 你的组阁权一定要交出来 这是他们的宪政惯例 那法国人是有优雅 我们台湾是不会有的 所以我们曾经出现过少数总统 因为按照宪政惯例 你是要把组阁权交给对方的 那Mitchell Holm 我就觉得 他很了不起啊 那时候左右共治的时候呢 他就做一件事情 他就在电视上主持一个电视节目 每天跟人家话家长 讨论历史故事 因为这个总统就觉得 我只是负责外交嘛 就太多谈一些国际政治 一些外交的事情 个人的感想 那有一天呢 他就来跟大家分享 就说他得了癌症 然后呢 他的愿望就是 他要死之前 他要吃法国的生蚝 你不觉得你有这个 他说虽然 他们说我得了这个癌啊 吃了这个生蚝 会加速我的死亡 可是在死亡跟生蚝里头 我会选择生蚝 然后他有一个私生女 他就跟大家坑坏说 我有一个私生女 然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故事 其实常常有一个陌生的女子 外界以为我在跟她约会 那就是我的私生女 那我呢 每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刻呢 她就会骑脚踏车 我就会从总统府的艾利沙公呢 到一个日本料理店 因为她很喜欢日本料理店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 有时候吃拉面 有时候吃天不辣 所以听完这个故事 就觉得这个人是个好人嘛 所以这世界上不是好人 坏人的问题就是 他相信三十五小时工作制 那这个三十五小时工作制 在法国一确定之后 就很多工厂一直外移掉 那这是欧兰德做的一件事 是学生们抗争的原因 就是他把三十五小时工作制 他必须懂 因为这是法国重新恢复制造业必要的 他的动法也不是权动 他知道权动 可能这个国家会闹革命 他自己又是左派的 又是靠这些工会起家的 又是学生们 因为叫他骂资本主义起家的 于是他就说 企业如果是五十个人以下 就不受原来的劳动法规限制 你可以不要工作三十五小时 那他有出来演讲 他的逻辑是说我很认真地看 他就说法国需要更多的中小企业 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不要搞跨国公司 给他们松绑三十五小时 因为这样证明我就是清财团 所以他是清中小企业 他以为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五十个人以下的企业 不受三十五工时的限制 至于工作多久 有你们自己去劳资双方协商 因为每个工作的性质不尽相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你要解雇一个员工 你也不受原来这么严格的劳动法规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原来解雇太困难 在美国现在也已经出现这个状况 所以老板干脆怎么样 不请人了 所以他为了使失业率减少 因为年轻人毕业都不能就业 因为我解雇一个人太困难了 我就干脆不要雇你们 省得增加我解雇你的成本跟困难度 所以后面的年轻人就非常非常难就业 他觉得他是为了解决青年失业率 所以他才松绑了这两个规定 就出来抗争的是年轻人 他们说你是世界级的大骗子 你这个左派政府就是个政治大谎言 所以谁可以在州可以复州 当时上台说话讲太满 你真的要解决问题就遇到了困难 这场运动采取的叫公民论坛 台湾很熟了 但是不同的是 他们已经看过太多社会运动的例子 没有谁可以做领袖 因此没有谁可以用这个运动去竞选 窃取这个运动的成果 然后变成你个人的权利 他们反对修正劳动法 就我刚刚讲 然后他就直接说你叫清商左派团体 清财团左派团体 正要推翻神圣的35小时工作制 然后他把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论述 学生们说 这是你逼迫劳工和资方 就公时讨价还价 所以劳工哪里有讨价还价的 足够的权利呢 那这个35小时工作制是什么意思呢 法国是35小时 那德国呢 德国今天经济比法国好很多 我告诉各位 德国的退休年龄是67岁 法国人认为叫他们工作到63岁 是叫他们工作到死 希腊本来的退休年龄是53岁 后来延长到60岁 他们也抗争说 你要我工作到死吗 所以才为德国那么生气 例如说你希腊的债务 为什么是我要负担 我们要工作到67岁 你五岁三回都搞退休 你怎么搞错 这样子 而且他们的月退缝 就跟我们的很多老师的条件一样好 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批评 我们很多公教人员的月退缝 那我们的退休制度呢 其实有点太偷懒 就是电脑现在的数据是很容易计算的 你可以把它过去的薪水调出来 然后很快地来算它的月退缝多少 百分比多少 就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现在往往用它最后一个月的退休金 最后一个月的薪水 当它退休金的标准 所以我就认识很多教授 他们往往在最后一两年的时候 就愿意去政府部门担任某一个政务官 为什么 因为当它去担任这个政务官的时刻 它原来在政大某一个系里头教课 它的薪水七万八万 但是它去做那个政务官的时刻 做特别任命官的时候 它的薪水是十五万比照部长 所以它一生二十五年就乘以十五万 这是很不合理的 那其实在这些国家呢 欧洲都出现 它就等于是把我们台湾在批评 这些不合理的现象 就全国性 各个行业都如此 那德国的规定是什么 我就去查 你法国人你要骂这件事情 你也问一下隔壁的人 人家经济发展的比你好 你去学人家嘛 德国规定工时 不得高于四十八小时 就不得高于四十八小时 那现在只是对五十个人以下的企业 修订三十五小时 OK 你们所有的人自己去思考 抗争的人对 还是欧兰德对 还是德国人对 我们下一个看下一个画面 但是你看有多少学生 他们是用很神圣的心情 他们觉得他们是为了捍卫人活着的价值 因为这是法国从1980年所许诺的 人不用为了工作而活着 所许诺的一个价值 再下一页 他的这个守夜运动啊 是不骂人的 是跳舞的 有没有很浪漫 了不起的法国人 下一个 守夜运动 他用电脑每个人在里头公民论坛 也没有人拿太肮脏的字眼在骂人 也没有网军 再下一个 非常公平地弹吉他 非常地浪漫 OK 再下一个 一起生活 烧掉资本主义吧 再下一个 他这是在哪里呢 他在法国大革命当时的 八十底监狱前面的那个雕像 在这个地方守夜 吹号角 这法国人的抗争都很romantic 下一个 这也是其中一个 还有小提琴喇叭 其实我们也曾经在马德里采访过西班牙 那个时候欧债危机 马德里前面有个太阳广场 然后每天在那里守夜 后来人就慢慢慢慢散 大家就开始去找工作 但这次的议题我想 继续要辩论的下面 这是另外一张 你所看到的画面 在某个周末人最多 这个抗争运动呢 从3月31号到现在为止 有时候人多 有时候人少 有时候半夜的时候 警察会把他们驱逐开来 然后他们就说 我们要修改法国的宪法 因为你们叫警察来驱逐 叫做警察暴力这样 但是有人就问他说 那为什么穆斯林搞 我可能不该用穆斯林 那为什么恐攻 政府在这个地方强力镇压 警察到处都是 你不觉得叫暴力 所以有人也是 question他们这个议题 就是你对国家暴力的定义是什么 是驱逐你就叫国家暴力 驱逐一群 当时巴黎恐攻 他甚至是直接开枪杀了他们 那什么叫做国家暴力 所以大家就开始在辩论 下面 就是其中一张 OK 所以你看他们的抗争都很有观念一束 下面一张 OK 接下来 笑咪咪的 再来 他也烧毁了公共汽车 那因为烧毁 那一天就被警察驱逐了 也就是他破坏了法国既有的社会的秩序安全 就法国是一个很尊重你抗争自由的 可是你有一个 雷池一步就是说你可以在广场抗争 你不可以烧公车 你不可以烧旁边的破坏秩序 这个大概是全世界都共同的 这个情况里头 震报部队就出来了 黄楼你去占领国会 在法国大概一定会有震报部队 所以这个时刻你要讨论说 它叫不叫国家暴力 所以在法国其实现在辩论很大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另外看到的是 2005年巴黎 郊区暴动 郊区暴动里头也是这群无政府主义的年轻人之外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郊区的年轻人 他们是高度失业率的人 在2005年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今天 再下一页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呢 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从2005根本没有金融海啸 它就一直存在到今天 那你可以去怪金融海啸这件事情 可是法国的问题有它自己本身的很久的一个问题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的小孩想去欧洲学习 我说你千万不要去啊 欧洲现在出的问题是除了德国 那些国家都不反省 所以你远远地看欧洲 欧洲的最繁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美国是一个不断地在反省的国家 它会出现川普没有错 可是根据最新民调有20%的人 本来是共和党支持者 因为共和党可能出现川普 他们要去投Hillary 因为在共和党也不能投疯子 简单来讲这逻辑就如此 那美国还是有一个力量 它会去阻止这个社会产生一个太疯狂的事情 可是欧洲的情况不一样 就是欧洲人太懒 欧洲人社会福利太高 退休年金几乎是原来薪水的六成到七成 然后太早退休 那国家呢在面临这么多老人 跟这么少的年轻人情况里头就无以为绩 然后制造业的薪水也太高 工时又太短 所以欧洲如果不做结构性的改革 欧债危机只会一直一直拖下去 所以这是为什么德国一直在逼 这些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 结果他们说梅克尔是一个希特勒 那最近的一个消息是Wikileaks 就危机解密洩露出来的 就说IMF就欧洲的三个 纾困希腊的三头马车 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 欧洲央行跟欧盟 MF在讨论 我七月要让希腊违约 你们现在都在这里觉得天下太平 七月世界可能 这样 但他让他违约的目的就是逼你希腊 你非改革不可 你不要每一次都是这群人 不面对问题 然后就选一个不负责任的 胡说八道的 骗人的左派希腊政府上来 然后一切又跟以前一样 这个无以为继的 所以欧洲我认为它到现在为止 西班牙从上次竞选 有一个教授 他绑着头发 社会学家 很有理想 叫我们的可一党崛起 赢得了第二大党 所以第一大党要跟他组 很困难嘛 因为他是反对既有的所有的体制 所以从上次大选到现在 他连一个政府都组成不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欧洲的问题 所以那个人如果说他去欧洲学习 我说出不给你去看他怎么垮的 你千万不要去 现在的欧洲就像满清时代的嘉庆年间 他过了盛世了 正要往道光年间 慈禧太后一路走下去 现在是他即将衰落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去看嘉庆年间的欧洲 可以去看看 学习一群人是怎么把自己搞垮 千万不要去欧洲学习 你最后 好 最后的结论 我们把前面的议题跟现在联合起来 我们看历史 我刚讲了很多 看其他的国家的状况 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刻 想象盖你棉被的叫历史 这历史盖着你 决定了现在的你 你也在历史里头 得到了温暖 可以得到知识 但是不要忘记 你睡的枕头 是把你垫上来的 叫做未来 要往未来走 在历史里头 得到你的知识 少犯错 在未来的时刻 每天睡觉的时候 把头好好的放在你的未来上面 放一个对的位置 不要把你的头掉下来 那叫落枕这样子 把头放在上面 你的枕头就是你的未来 把自己定位清楚 希望你人生给自己写出来 这本书籍里头 你的结局是你自己会满意的 主轴是你自己很清楚 在你现在青春岁月里头 可以选择到的 不要依照社会的观念 父母的指教 老师的两三句话 决定你自己 也不要按照台湾现有的意见 现有的条件去决定你自己 去其他的国家线上教学学习 去寻找其他可能的答案 回过头来看看自己 你要什么 祝福你们 谢谢